有线欢频主席、沿东发展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邮达昌发表声明 自己和太太确诊身型肺炎 两个人身体状况良好,那只是各界关心 他说两人上个星期四在朋友家中出席私人饭局 同场有林建岳的前妻谢玲玲 以及汽车会会监狱感机,其后都确诊 邮达昌说德式席间有人确诊之后,随即接受检测 第一次阴性,再测试就阳性